看看別人如何創業 還要給你創業的機會 生命太短 就是往前衝 有決心我覺得一定做得到 現代的清潔用品 充滿了許多不知名的化學添加物 你喜得安心嗎 今天節目中 要為大家介紹一對夫妻 套著一塊塊的天然手工肥皂 在台灣與大陸兩地 打下了商業新契機 另外暑期玩樂該如何玩 今天的時尚特派員 要帶大家走一趟日本 住民宿 吃流水麵 洗溫泉 以及出海捕魚去 歡迎收看小吃賺大錢 最近食品安全問題連環報 那麼大家也越來越注意到了 到底我們身邊 不管是吃的還是用的 有多少是不天然的化學添加物 這些添加物 對我們身體的傷害 可是日積月累 而且會慢慢的產生 今天我們的頭家 就是因為自己的一些經驗 和需要來開創屬於自己的事業 歡迎我們的頭家 黃豪仁跟劉鴻怡夫婦 主持人好 另外呢以及跟我們一起 參與討論的是大雅電藍的 董事長沈上洪生董 主持人好 好那今天呢 豪仁跟鴻怡把全家人都帶來了 來跟我們介紹 其實兩個小朋友是 就是姐姐跟弟弟嘛 他們是因為 為什麼會帶小朋友來 因為是因為小朋友 才開始了你們的事業對不對 對 姐姐自我介紹一下好不好 大家好我叫黃玉琴 好姐姐今年是小學 五年級 已經五年級了 那當初其實就是因為 玉琴的關係 你們才會開始做手工糟 那弟弟呢弟弟 幾歲 八歲今年 今年八歲 你叫什麼名字 黃承昊 黃承昊 弟弟就比較幸運一點了 因為當初其實是因為 姐姐的問題 那時候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那時候其實小朋友一生下來 他可能就是還有嚴重的試症 對 可是因為有去看醫生啦 有吃藥 有抹藥 那有抹有好 有吃有好 可是之後其實 如果沒有再持續的話 就一樣沒有好久 其實現在真的過敏的小朋友 超級多的 就很多小朋友台灣過敏的人 越來越多 那時候姐姐的狀況是怎麼樣 姐姐你自己還記得嗎 那時候的情況 不太記得 因為他很小 那時候大概是 兩歲的時候 但是皮膚的妝容所謂濕疹 它是會有什麼樣的情況 會比較癢 就是天氣比較熱 或是有流汗 那小朋友可能會有點流口水的時候 他可能流過的地方 就會粗粗紅紅的 甚至開始抓 然後會不舒服 很躁動 因為太癢了 對 那後來呢 就買了手工香皂來用 對 後來就是朋友的建議之下 那時候我們就買了 第一個手工香皂 然後發現他比較好入睡 那抓癢的情況也變少了 就是的確有好轉的現象 所以後來就是一直開始 開始你會發現手工香皂很貴 超級 對 我的第一個手工香皂 那時候我們買是450元 一顆香皂就450塊錢 畢竟對很多家庭來說 算是很沉重 藍芽你會一直要用 是啊 那我們後來的話是 當然還是買回來 可能只給小朋友用 我們全家人都不能用 那發現他好轉 那可是因為其實他的 如果你長期來說 他的負擔其實是打的 就對一般家庭來說 後來我們就是跟先生這邊 我們就討論說 如果我們可以做出 可以讓大家都可以使用的香皂的時候 手工香皂的時候 是不是是一個很快樂的事情 對 所以那時候太太有這樣的想法 好人那時候的感覺是如何 那時候還比較沒有說很投入 那只是想說 自己用 當然是最早的想法是說 只能夠省錢 對 預算剛剛知道太貴了 因為自己去 自己來生產的話 就是自己來做的話 成本比較低嘛 就不用去花這麼高的金額 去買市面上的手工肥皂 所以姐姐現在用媽媽的香皂 感覺有好很多了嗎 有 那如果說你現在有時候在學校外面 還是會用到外面一般的香皂 你自己有感覺不一樣 有就是感覺就是滑滑的 滑滑的 就外面香皂比較滑滑 為什麼會滑滑的 待會爸爸要跟我們解釋一下 為什麼外面的香皂是滑滑 弟弟 後來弟弟的狀況呢 他其實就變成一出生 就用了你們自己的香皂 對 所以他皮膚狀況一直就還蠻好的 對 那到底是什麼樣的一些產品 以及到底這整個手工肥皂的事業 是怎麼開始的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下面這段介紹的影片 韓依晴 回家了 每天下午 洪依會到學校接兩個孩子放學 還有去聽演講 然後考數學 妳在上課上的好嗎 上的好 姐姐玉琴11歲了 從小就是因為她有濕疹的問題 洪依才會開始接觸手工香皂 那因為她們皮膚都不是很好 所以我們也是接觸了很多 不同的東西以後 有發現到手工香皂的好 試過不同的手工皂 知道天然的產品對孩子最好 但是市面上的手工皂 因為費時費工 價格昂貴的離譜 兩夫妻因此決定自己創業 拿到貸款之後 上課學手工皂的做法 再投入機器的研發 這是我們第一台開始製作的機器 然後雖然是小台的 可是我們也是從這裡起家的 改良原本用來攪拌蛋糕的機器 開始了手工皂的 手創機械化生產 另一方面 它們對原料的要求 也絲毫不馬虎 基底的天然橄欖油 芥花油和棕櫚油等等 都是大廠的食用等級 精油是從國外進口 而五彩繽紛的粉末 則都是中藥材研磨而成的 就算拿來吃也沒有問題 這個是甘蔗 貝基 甜甜的 滿好吃的 到底要用什麼原料來相互調和 好人實驗又實驗自己寫配方 也不同於市面上的 煮廢法 熱製香皂 保留這些天然材料的特性 它們採用了冷製法來作造 但是如何降溫和攪拌 成為了一大挑戰 於是豪人又陸續開發其他的機具 才為他們分別取名字 成了公司的四大天王 可以幫助我們的 我們就把它叫做劉德華 對 然後我們後面陸續 有了載有四海 就是可能是它的三倍的產能 然後力量也比較大 然後我們就統稱 我們比較大台的機具叫做郭富城 攪拌均勻之後 在靜置的同時可以如何來保溫 也是一門學問 經過了一戰實驗 才找到合適的材料放置 連蓋什麼棉被 也都試了好多種才確定下來 等到凝固成型 張學友登場了 他是歌神 很會唱歌 然後會發出悅惡的聲音 所以我們就把這台 做給張學友 在這一台呢 然後就當然就是四大天王 真的有靈魅 然後外形嬌好 然後又很堅固 你不要看小小的這樣一台 這樣一台就有兩百分之間 靠著SOP 少少的人力 創造出了產能 他們主動拜訪客戶 附上了SGS檢驗報告 證實自家產品的品質和安全 開啟了代工之路 因為不含任何的化學添加物 受到有機品牌的信任 更得到了消費者的認同 我懷孕之後 就開始手跟腳都會有一些濕疹 然後在有一天 我跟那個玉琴媽媽 在聊天的情況之下 知道他們家 都是用那個天然手工照 製作的那一種 所以我就想說來試試看 所以我就跟他購買的產品來使用 然後就真的很好用 就是我洗澡 洗臉 都是用他們的產品 然後我的過敏的反應 就好很多了 當然最受益的還是自己的孩子 了解弟玉琴和陳昊 現在都用自己家裡生產的手工皂 皮膚狀況改善了很多 我從小皮膚過敏的時候 就開始做手工肥皂 姐姐以前也有皮膚過敏 媽媽也是用媽媽做的手工香皂 然後讓姐姐的皮膚變成也很好 謝謝爸爸媽媽的心情 平常對我的教育 還為了我做手工香皂 好 祝您好運 其實以前呢 以前如果都是要用很多 瓶瓶罐罐洗的話 就是一定要擦很多包裝品 什麼的 可是如果現在像我們自己做手工香皂 然後我就要洗 像我今天就是素顏 就是沒有 就是不用化妝 然後可是一樣會覺得皮膚很舒服 那皮膚也會產生出一個健康的光澤 那我覺得這個是 可能是對於我們這種 比較不善於化妝的人覺得來 是還滿喜歡這樣子的感覺 因為量產降低成本 兩夫婦也希望更多人 可以用合理的價格使用好東西 因此現在決定要自創品牌 開啟事業的另一個全新版圖 好 從剛才影片當中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豪仁跟弘雲他們真的是 從零到有慢慢的開始 建立這樣的事業 但是從一開始的時候 一定是最困難的 因為畢竟我們雖然覺得他好 可是不知道他到底怎麼做 所以那時候怎麼一開始 到底是怎麼去學習的 當然一開始就是會去上課 去學習 可是其實到後面的時候 你會發現 如果你要真的做出很好品質 也不是只有上課教的 你可能要不斷地重複實驗再試驗 然後測試再測試 所以我們大概夫妻就是 我們平常就是在學習作造以外 我們還自己在可能就是做紀錄 然後每一個每個測 做了一個兩個 然後我們就開始去看它的變化 一直看到至少有半年之後 我們才覺得這樣的產品 就是我們自己做出來的手工香皂是 覺得很棒的 而且你自己有自己去試驗對不對 對 那時候怎麼自己拿自己當試驗品 我自己就是譬如說 如果做了這塊皂 我覺得非常的好用 可是因為我不曉得它的效果如何 我可能就是 譬如說如果洗澡 我可能就是洗這邊 以這邊做試驗 扮黑白狼君這樣子 對 要不然就是小朋友做試驗 我可能會先洗完 然後看它的試驗 看它會不會有不舒服的情況發生 然後會不會比較癢什麼 不好的反應 結果發現其實就是它反而 因為這樣子在做 它身上的那些慢慢代謝 其實效果真的就好了 對 但是畢竟這個香皂的成分 其實還蠻複雜的 除了我們知道一般的這個 香皂基本成分就是鹼 油 還有水 對不對 我沒講錯 但是到底要什麼油加什麼材料 還是需要一般的測試 讓我們知道好人實在太厲害 剛才影片當中看到 所有機器都是你自己研發 可是其實在這個搭配配方的過程當中 其實你也測試很多對不對 那時候 也是有經過很多次的去實驗 那你說不同的油品來講 它一定有不同的功效 例如說像椰子油 它的清潔力一定比較強 那棕裡油它比較耐用 那當然如果是要 滋潤度的話一定是橄欖油 要有泡沫的話必麻油 那用不同的油的比例 你要用不同的方式去做實驗 當然有不同的工法 油要怎麼去融化 怎麼去密室跟水去混合等等 感覺學問很深 那個其實就是用不同的溫度 還有不同的攪拌時間 速度 要多方的不同的嘗試 最後才去找出一個最適合我們 海島型氣候的一個成分 對 因為我們知道很多香皂其實是歐洲來的 其實他們可能不一定在台灣會適合對不對 因為可能它那個台灣畢竟比較濕又比較熱 但那一陣子在試驗的過程當中 你們會很辛苦嗎 還是其實還滿樂在其中的 其實我們夫妻還滿喜歡做造的 所以倒是 當然會做出來我們就會研究啊 覺得說也會拿市面上的造來比較 那當然我們會覺得說 其實真材實料 自己做出來的東西 會覺得說比一般市面好的時候 其實我們信心就會有 那我覺得也因為需求嘛 才有商技 那我們在評估之下 我們才會踏入這個行業 好了那陣子你是不是還滿 還滿enjoy在裡面配這個配這個 好像感覺自己是那個 神農場百草 它其實 你說複雜性也還滿複雜的 但是其實 如果說真的喜歡這個產品的時候 你投入了心血 其實就不會覺得說是辛苦 因為畢竟它的配方是有點像在炒菜一樣 就今天什麼菜加什麼菜 對 例如它油品 就有那麼多的油品 然後它搭配有各種不同的精油 然後甚至我們有中草藥 那我們為了要讓它的 最天然的一些元素 都有在這個手工肥皂裡面 那我們可能有些花草是用熬煮的方式 有些是用浸泡的方式 用油品去浸泡的方式 那有些的話就是用研磨的方式 那有些就是直接用天然的精油 然後取它的一些比較獨特的 它一些功能在裡面 然後去添加在這個手工肥皂裡面 對 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去讓它入皂 我們要介紹一下大概有哪些種類 如果你去看一個手工香皂 你要如何辨別它是手工的或是化學的 主要是我們雖然我們的皂做起來 其實它每一面的顏色都不太一樣 對 它自己自然呈現的一個色澤就不一樣 那我們還有所謂的 它可能會有自然的紋路 對 因為這些自然的紋路 是一般化學不會有的 一般化學的東西 它們添加的料都很均勻 所以它們在攪的時候 就是看起來就是完美無瑕的一塊皂 但是因為用天然的東西 天然的元素它其實每一次 會因為陽光季節 影響的因素很多 對 就會成型出來不太一樣 是的 所以今天帶來的是有哪些呢 像這個的話我們是所謂的薰衣草 薰衣草 是 那我們是用薰衣草花水 薰衣草精油 還有薰衣草粉末 然後下去熬煮 然後做成的照 所以它聞起來應該會有薰衣草的味道 是的 然後就很香 它聞久了它也不會有 對身體可能鼻子 刺激的化學的感覺 所以這算是比較花草系列的 是 那還有一些比較不一樣的嗎 像這個的話它是艾草燥 艾草 所以它是屬於中藥嗎 屬於草藥 那因為艾草在台灣的話是 很受媽媽歡迎的一種 真的 中間有時候我們會 我們一般傳統就會說粗顏啊 洗艾草啊 對 那我們是直接把艾草 淹磨成粉末 然後加進去 所以其實在洗的當下 你就可以直接洗到艾草的粉末 在我們皮膚上 所以它也是粒子在裡面就對了 是的 像這個的話 我們是特別的 就是給寶寶用的 因為我們自己有小朋友 我相信很多小朋友 他也會覺得說 那我的小朋友可能剛出生沒有多久 那是不是可以使用 我們的手工香皂 那所以我們也有特別就是做了一款 就是Baby在用的 它可能就是非常的溫和 然後非常滋潤 那但是滋潤以外 又要讓它保濕 不要讓它的肌膚有負擔 對 所以像這種的話 它的成分大概會是什麼 它裡面就是 以我們來說的話 它很簡單的就是 肺子粉 肺子粉 就Baby用的東西 對對對 因為一般的人 他們都是會直接可能 鋪在小朋友身上 那其實都會吸進去粉塵之類 那我們只是把它添加 那經由皮膚的接觸之後呢 可以讓皮膚去吸收 對 所以很多媽媽其實都會特別為嬰兒 自己洗的還沒有那麼講究 可是為了小孩就會特別講究一點 對不對 是 好 還有我知道你們有一個還蠻特別的 是洗頭髮用的香皂 其實像髮皂的話 我們自己剛開始在做的時候 其實只有洗身體 那我會發現 就是頭髮 它是不是也需要 因為頭髮的頭皮 其實它也是皮膚 才是最需要清潔的部分 對 所以我們家的髮皂 它不是在洗頭髮 它是主要是洗頭皮 讓你的頭皮能夠 完全的清潔乾淨 然後健康之後 我們頭髮 它就可以 就是會變得更健康 對 因為很多人其實洗頭髮 為什麼洗半天洗不乾淨 就是因為根本那個頭皮 毛毛的地方 毛毛被阻塞了 對 會掉頭髮 頭皮屑什麼都是這個原因 對 那我們裡面有添加 所謂的蠻蛻巴油 所以蠻蛻巴油 是對於我們人體蛋白質 就是很接近的油脂 所以我們就 這部分我們就可以 把它加進去 讓它洗起來的時候 它會 因為我們的皂是天然的 所以它可能比較不像 市面的時候 洗起來是非常的柔順 對 因為 可是我們主要是 以清潔為主 它這麼多的這麼多 林林總總的產品 沈董你有試用過嗎 當然有 你覺得他們家產品 就是像這樣的 手工香皂的產品 你感覺是怎麼樣的 當然還沒有使用 他們產品以前的 第一個印象是說 這是天然的肥皂 我就很好奇 然後又說 這是用手工去做的 我更好奇 那我就充滿了期待 以前因為我喜歡肥皂的關係 有時候出國旅行 也喜歡買肥皂當紀念品 肥皂好貴 一塊肥皂可以買到 七八百塊錢 心裡面就覺得說 是什麼樣的東西這麼好 要賣這麼貴 後來經過同事的介紹 認識了潔力生的天然手工的肥皂 而且價錢好像又很合理 我就很好奇了 就想要試試看 那試洗的結果感覺如何 皮膚的感覺 當然皮膚身體會告訴我們 對不對 這個肥皂洗完 那個感覺就非常舒服 而且我從使用的過程裡面 我發現說這個肥皂一直用 可以用到 把它用完 一塊肥皂把它完全用完 雖然用後面會越來越軟 可是這個肥皂可以一整塊肥皂 都把它全部都用完這樣 剛才其實姐姐有講到一個問題 就是手工香皂 其實很多人會覺得說 好像洗起來不像市面上的 會滑溜滑溜的 但是這部分好人可以跟我們解釋一下 其實手工香皂它的功能就是清潔 為什麼會感覺 有人會覺得洗完反而會黏很乾 到底手工肥皂洗後會造成 大家覺得緊風與乾乾的感覺 到底是為什麼呢 其實很多人會覺得說 好像洗起來不像市面上的 會滑溜滑溜的 但是這部分好人可以跟我們解釋一下 其實手工香皂它的功能就是清潔 為什麼會感覺 有人會覺得洗完反而會黏很乾 之所以手工肥皂 跟一般市售的肥皂或沐浴乳 它不同的地方 就是因為我們很堅持 就是我們用藥 非常實實在在 那它知道說 當油品碰到鹼性的時候 它會釋出成兩個東西 一個最重要叫乾油 一個就是有清潔力的皂 對 那我們做手工肥皂 就是保有它乾油 最重要的成分在裡面 我們並沒有把它給抽取出來 所以我們在清潔的時候 它能夠幫我們身上的油垢帶走 可是水分並不帶走 如果說是我們去洗 也許是市面上的東西 或者是說它是天然的東西 其實一洗就感覺會不一樣對不對 其實一般我們可能一般的消費者 用了多年的一些化學用品 那它剛開始接觸手工肥皂的時候 它會有點不適應是因為太乾淨了 嗯 太乾淨的感覺不舒服 因為它太乾淨的話就是我們油垢嘛 大家知道我們的毛細孔都是一個坑一個坑的 那一個坑一個坑裡面都是積了一些油垢在裡面 那油垢在裡面當你把它洗乾淨的時候 油它一旦從裡面毛細孔抽掉的時候 它是有收縮的感覺 好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它這個東西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但它就是非常天然也非常環保 但是洪怡還是希望說它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希望它是評價的 但是手工肥皂為什麼貴 就是因為它很難做啊 然後做的過程又很貴 那為什麼那時候會想到說希望可以做評價 嗯 因為我就一個媽媽出發的立場 就是如果我是要買給家恩喜 我當然希望是用最好的 我希望買的是天然的 無毒的 甚至可以讓他們用 我們也用的安心的 可是如果你的價格比較高 就真的就是比較高的話 它可能沒有辦法讓很多人去用 那時候是不是大概遇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最大的困難是因為 第一 我們會知道說它做肥皂的基本原理 可是我們並不了解它一個整個生產線 生產線要怎麼去操作或是怎麼去設計 這部分是我們真的是最大的一個瓶頸 那時候為了要了解說整個生產線的運作 就是經常參觀一些工廠 先去參考別人的經驗 對 就是不同的工廠 不同的屬性 當然也有可能是板金工廠 也有可能是食品工廠 都會經常去參加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然後去了解說一般的生產線是如何的運作 是怎樣才可以把它的產值給做大 所以其實裡面很多妹妹剛剛啦 要成功不是沒有理由的 剛才他們特別提到就是說 他們基本上秉持的就是 因為他們基本是天然東西 完全對身體是沒有任何害處的 是沒有化學添加的 還有就是它非常的環保 因為它對環境是沒有危害的 還有他們走平價 還有他們走平價 沈董會不會覺得說平價這個策略 以及加上這個天然跟環保 其實是非常好的一種概念 那當然 那對於這個我們人類的生活是有很高的價值在的 我覺得這個鋒衣跟這個豪仁他們這對夫婦 創業 可以看得出來他們有理想 我相信賺錢也是他們的目的之一 但不是他們唯一的目的 他們願意有這種理想 有種發這個心 希望能夠用平價的這個 提供好的價值天然的這個肥皂來給大家使用 但是我想他們也不會放棄要 利潤這個部分 對 這兩個是可以並存的 好沒有錯 雖然說這個是有這樣崇高的理想 可是我們還是要兼顧到賺錢的一點點利潤 所以紅營跟豪仁他們後來就把這個觸角 升到對岸去了 他們在東莞幹了工廠 我們來看看對岸的一些工作情況 玻璃帷幕的建築 在東莞一大片老舊廠房當中顯得特別醒目 這也是他們希望傳達出的 簡單 環保而明快的形象 相較於台灣方面 還是保留最傳統手工製造的流程 東莞的工廠採用的是更大型的機具 讓產能能更進一步提升 從調配開始 研發出最合適的原料 進行一再的測試與實驗 找出最完美的配方 加入了經過處理的醇水 再以正確的比例 大桶大桶的倒進訂製的機具當中 我們這個機具就是打造機 然後它分了三個罐 上面兩個是 一個是鹼罐 一個是油罐 油罐 我們把油放到裡面去 溫度達到一定的時候 達到我們所需的溫度了 放下的人 放到這邊核針罐 這就是核針罐 然後兩鹼和油在一起 然後再攪拌 攪拌完OK之後 我們再怎麼底下出來 專業的人員依照季節 溫度 用電腦精準地控制 不同的攪拌轉速 讓產出的香皂 不論一年四季 都能維持一定的品質 為什麼有不同呢 就是因為我們有 根據溫度的不同 比如冬天 夏天 然後還有濕度 是吧 像三一份的時候 它濕度比較重 所以可能會攪拌 稍微小快一點點 六一天的話 它比較乾燥 可能會稍微慢一點 冬天的天氣比較低 然後可能會稍微快一點 然後做出的品質 才會保證在 我們一年四季的品質 才會是一模一樣的 一塊塊的模具進入軌道 藉由機械化 讓產能增加之後 原本四個人 每個月生產三千六百顆的香皂 提高到了只要兩個人 每個月就可以做出七千兩百顆 在台北得有手工 一個個蓋章的工作 也全面的自動化了 依照香皂的大小 和蓋章的圖樣可以更換模組 整套器具依舊是豪人設計的 而亮燥的乾燥室在東莞 就多達五間 最大間的一次可以亮八萬顆 每一間的溫度都會控制在 二十四到二十五度以下 濕度則是保持在五十以內 連放置香皂的木架子 也都是百般試驗之後 才挑出目前所用的難放鬆 可能一開始還不懂木材 會用到幼木啊 甚至用好的一些 房間有上過漆的木材等等 可是後來的話就發現到說 亮出來的肥皂 它可能會大小不一致 甚至說顏色會變了 因為它可能就是長期接觸之下 它吸不到那些有泡過藥水的木材 整個就變色 所以說後來就是一直不斷的去嘗試 然後就找到說松木怎麼變長 然後屬於南方的松木來講的話 它是用自然鋒缸 本身就是比較不會受到污染的問題 平均經過一個月的時間養造 香皂就會逐漸的乾燥硬化 那一般來說的話 如果是用手感在側的話 我們就會直接用手輕輕的去刮它 像它這個滲出來的 你看它顏色 把它水比較白一點 然後有粉末乾燥 一般來說是表面已經乾燥了 那如果說我們要再做一個 更詳細一點的話 我們可能為哪一個水分測試去沾它 就知道它水分含量到哪一個地方 為了讓客戶可以更精確的選擇 需要的香味 豪人還特別首創 蓋了三間的紋香室 客戶可以依據需求 來訂做它所需要的香味 公主我們現在就是會準備三種不一樣的味道 薰衣茶味道 那我們現在目前手上有一支是新疆的薰衣茶 然後一支是蒸薰衣茶 然後一支是醒目薰衣茶 那我把三個味道放在瓶子裡面 幫你 大概讓你去做個比對 找出貴公司現在需要的整個味道 或是你需要的感覺 所以你的薰衣茶它的不同的味道 跟層間 不同層間就是屬於說 一個是人比較濃郁的 一個是比較輕快一點的 一個是可以聞到一個真正屬於薰衣茶 它本身帶出來的一個青草味道 對 那我們會幫你做一個 那我們公司這邊也幫你準備一個紋香室 那紋香室的話 我們會幫你想要的味道殘留在這裡面 你可以帶你進去我們的紋香室裡面 去品一下香 選出了想要聞的香味之後 就會進入密閉的小房間 來進行聞香 為了讓所聞的氣味 不會受到任何的干擾 聞香室在蓋的時候也不簡單 採用的內部建材 還必須不能夠吸附任何的味道 每一間都可以讓進入的人 聞到真正純粹的香味 而且在每次使用過後 強力的抽風機就會啟動 將室內的空氣抽空 讓下一次進行聞香的時候 不會混雜到上次的氣味 除了聞香室 為了讓接觸到肌膚的東西 不能受到任何的污染 東莞廠區還特別打造了一間無塵室 一進來的話 它這邊是讓你消毒 做手部消毒 然後這邊有分男生跟女生的 一個更衣室 進來之後這邊是男更衣室 在這邊煮完妝之後 煮完無塵的妝之後 我們會到這邊來 做一個紫外線的消毒 紫外線的消毒完之後 我們再進來這部分 目前你看到這個開口的部分 就是要做風鈴的 就是它到時候會不會有什麼處理 風鈴的話就是說 會把我們身上所有的灰塵 幫你重洗掉 然後這邊是消毒然後重洗 然後再走進來之後 就是未來的一個包裝室 對…就是說我們所有的一些保養品 一些護膚的東西 都會在這邊做一個包裝生產 所以當初為什麼會想要做無塵室 當然在目前來說的話 你也知道做代工 它的衛生品質是最重要的 對 那你需要一個很好的一個環境 然後一個好的環境 做出的產品才不會說出問題 畢竟它是直接跟我們手工肺帳一樣 是直接貼在臉上的 對…所以這部分來講 我們要求的非常的嚴格 不是說只是要求很好 是真的非常的嚴格 從完全不懂學習做造 到最後成為了手工香造的專家 豪人和紅衣 因為自己的需要來啟動 就到了商機 但是不放棄的毅力和堅持品質 將心比心這樣的出發點 才是成功的重要關鍵 我們可以看到透過著更多的工廠 這樣整個產能都能夠提升了 那麼到底紅衣他們這個 整個事業創立的時間大概有多久呢 來看一下這個簡單的一個資料 他們是2007年成立到現在的 2004年其實就已經開始要接觸 但是後來慢慢的才把整個產能 創業的成本呢 2000塊 為什麼那麼少 什麼 現在擁有台灣與大陸兩地 手工肥皂工廠的夫妻 他們創業資金竟然只有2000元 他們到底是如何辦到的 稍後還有更多他們的創業成功故事 馬上回來 哈囉 歡迎收看佳麟APP 很多六七年級生的共同回憶 就是風靡90年代的電子機了 等了很久終於被佳麟發現 現在呢在這個iOS版呢 也出現飼養電子機的APP軟體 終於可以介紹給大家了 這軟體呢就叫做 I love Tucci 趕快來看看吧 首先呢打開遊戲以後 你會發現其實呢 這個遊戲畫面就跟以前 傳統的電子機一樣 畫面呢都是這種格子狀的 從一顆蛋開始會變成小機 而比較特別的是 你可以幫這個小機取名子 遊戲一開始啊就會教你要如何一步步的操作 像是呢到商店裡頭買小機的食物 還有呢就是在哪個地方餵食 如何餵食以及如何看書教育它 另外還有在這個home這個地方呢 可以幫小機打扮裝飾 這裡頭的小機非常喜歡棒棒彈哦 另外呢跟過去還有一個非常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雖然是老遊戲了 但是卻結合現在最流行的臉書 可以連線和臉書上的朋友一起玩 收集好這些功能之後 就準備回到過去的世界 提供給想要懷舊的朋友囉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來看一下這個簡單的一個資料哦 他們是2007年成立到現在的 這2004年其實就已經開始要接觸 但是後來慢慢的才把整個產能建立起來嘛 創業的成本呢2000塊 為什麼那麼少 一開始只有去學是不是 學費嗎 學費 我們剛開始就是買2000元 在創業的時候想說先做個幾條 然後 就非常非常出奇的嘗試就對了 對 後來呢現在呢已經做到了 每個月的營收是50到100萬不等 成本呢大概是40到80萬 等於說現在整個世界都已經上軌道了 不過呢本來是做代工 現在你們想要發展的是屬於自己的品牌 為什麼會想要來成立一個自己的品牌 因為其實我們希望成立自己的品牌 是要讓更多人去了解手工造的好 然後會願意來轉而使用我們的產品 就要更多人知道這個東西 它才有辦法去接觸到它的好處 對 所以其實今天呢 紅油我們帶來的這個部分 可以看到它其實真的非常非常多 它有的是苦茶 紫草 茶樹 還有剛才介紹的這個洗頭髮用的 還有檀香皂 所以所謂的 所以你們家的東西真的是非常的多元 像檀香皂它的主要是 它裡面就是以檀香的味道 然後呢 它裡面有郁金香粉 所以它的顏色呢 是還滿天然的黃色 感覺就不會像一般人 好像要把它弄得比較鮮豔的色彩 下面的是比較花草類的 像這個是金掌花 旁邊的是竹炭灶 然後燕麥牛奶 感覺很好喝 旁邊的是馬鞭草 這也是香草類的 然後再來是玫瑰跟艾草 剛才介紹的 這Baby用的 薰衣草灶也是剛才有介紹 不如我們問一下啦 既然是這麼好的東西 一定都是自己用的嘛 所以 弟弟 是茶樹 妳自己喜歡什麼 茶樹 為什麼 妳覺得它味道很香嗎 對 很香喔 因為茶樹感覺 有些好像比較油脂性的東西 或者是長青春豆的人 也會覺得用茶樹還不錯 但是因為主要茶樹 它有殺菌的功能 所以譬如說 像它就會跑跑跳跳在外面 有時候會不小心這樣撞一下 那樣撞一下 其實它來用這一塊 其實效果也還不錯 真的 而且剛才弟弟有提到 就是他喜歡用那個 泡泡的東西來洗喔 其實這很特別耶 因為感覺起來它是液體的 可是它其實擠出來並不是 對不對 弟弟 妳示範一下吧 妳把它擠出來試試看 它造成什麼東西 它是經過這個頭的特別的輸出 所以它就變成是 擠出來就是 比較像是慕斯的感覺 它就會覺得說 它不需要再經過那個 起泡的那個過程 就直接可以洗了 今天其實也有帶來這些東西 是實際上你們真的是 添加在香皂裡面的東西 對 這就是我們作造的原料 像這個的話是薰衣草 對 然後這個是馬鞭草 這個是玫瑰 然後這是金斬花 這是月桂葉 所以像這樣子的原料 要怎麼樣把它加到香皂中 我們可能有用浸泡的方式 可能用用研磨的方式 然後還有煮水的方式 那可能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呈現方式 你煮水的跟磨成粉的 其他味道呈現出來又不一樣 就是會有不同的層次這樣子 到現在走到現在這樣子一步 你自己覺得心情是什麼樣子的 其實說從出社會到現在 也換了不少工作 然後也做過不少行業 這是真的 但你說今天當初六年前 我們第一次開始接觸手工肥教的時候 然後一路走下來 你說辛苦 或許別人會覺得好像很辛苦 但是說實在 我們是非常的喜歡這個行業 那每當你做出 因為我們的肥皂做出來是一大塊 不是像一般小小塊的 但是你每當你做出一大塊脫完磨 出來的時候 那種是一種喜悅 感覺自己的小孩生出來了 那真的是一份喜悅 我們不是說那種好像好聽話 真的是有一份喜悅 然後當你把它切割完 然後再亮照 每天去尋它 在看它的時候 去摸它的時候 其實真的就跟照顧 自己的小孩子一樣 那一點都不誇張 你會去關心說 它的乾燥度夠不夠 然後它的味道 還有沒有保留住 然後我已經放了一個禮拜 放了兩個禮拜 它的變化是怎樣 其實是每天是 真的是很專心的在看著它的 所以你說會累嗎 那時候真的是一點都感覺不到累 那沈總就是說認為說 今天像這樣子天然環保的一個趨勢 是不是其實就是我們目前台灣 是會朝向走向這樣的一個方向 這個企業有很多面向 從我們的生產上面 怎麼使用能源 怎麼對生產的過程裡面 跟環境什麼關係 我們開發的產品 跟環境是不是友善 我們所要新開創的事業 是不是跟環境友善 我想這個都是一個企業應該考慮的面向 我們從小到大 有些我們從以前可能弄了一些清潔用品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它裡面含的都 含的那些成分是什麼 因為往往一打開後面看 全部都是英文字 對啊 而且看不懂的化學成分 很多連專業都未必看得懂 因為它你去查可能還查不到 所以你去查一些那個真正化工的磁碟 它可能才找得到 但一般英文裡面可能真的是找不到 好 那我們來舉例一下好了 我們隨便拿一個它們的成分 其實你們都寫得很清楚 所以檀香的就是 枝子粉 郁金香粉 然後檀油 檜木 油加力薄荷 橄欖油 棕櫚油 椰子油 碧麻油 米糠油 所以這就是通通就是Total的成分就是這樣 就是通通都是天然的東西 所以絕對不會看到什麼 什麼假 什麼胺 什麼酸 什麼之類的不懂的東西在裡面 所以這是為什麼你們會覺得天然 這是你們可以所謂保證你們是天然的東西 當然我要私底下來問你們 所以老公很厲害 所有機器都自己做的 所以老姐也有這麼沒日沒夜的 兩岸要這樣子的跑 會覺得它其實也是疼熱在心來 當然會心疼 會覺得說這樣子很辛苦 可是我覺得因為這是我們 這是我的夢想之一 就是我們要讓大家都能弄到 都能使用到我們家的產品 這個時候它可能 我覺得辛苦一點 可能是我們一起努力的方向 所以我們也就是算樂在其中 所以今天老婆跟你一起打拼 後人又幫你在台灣帶兩個小孩 很辛苦 有沒有什麼話要跟老婆大人說呢 就很感謝他 因為說實在他每天也要忙台北工作的事情 公司的事情 然後要帶這兩個小孩 然後回家要整理家裡 要忙家裡的事情 甚至像我父母那邊他也要去照顧 所以他整個時間都已經是塞滿了 完全沒有自己的私人空間 那也真的很感謝他 是真的 好 我們今天呢 也非常感謝洪宜要哭出來了 但整董跟他們兩夫妻的事業 一些祝福吧 對 我覺得洪宜跟豪仁 真的是一對了不起的夫妻 兩個人這麼打拼 有了很好的理想 祝福他們能夠這個事業很順利 他們的心願能夠達成 好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沈董 也謝謝洪宜跟豪仁 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謝謝 也謝謝大家的收看 謝謝大家 謝謝 辛苦 暑假期間到底玩什麼好呢 今天時尚特派員 要帶大家前進日本來趟深度旅遊 等等跟著咱們的腳步 一起去住民宿吃海鮮撈魚去 又到時尚特派員的時間了 今天比較特別帶大家來到的是 日本的九州 現在流行深度旅遊 包含你可以和當地的漁師 一起出海捕魚 或者是直接入住到農家當中 聽說我的爸媽媽 現在已經在等我了 趕快先進去 嗨 大家好 大家好 所謂的農家體驗 其實就和一般台灣人 熟知的民宿概念有點類似 不過在這裡你不是大爺 反而有點像回父母親 老家的兒子女兒 因此這裡還有家規等著你 一天 晚上起到 大聲鼓勵大聲鼓勵 一點也不誇張 白紙黑字寫的是一條條的家規 但對台灣人來說 最困難的恐怕是這個了 這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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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日本女生的貴座禮儀 不管你習不習慣 都得入境隨俗 接著農家還會帶你體驗 他們的日常傳統生活 以我們入住的這家為例 砍柴是我們今天的客廳 好 如果你真的批不開 民宿爸爸會幫你掏假包 那接著這些批好的木材就要拿來生活主辦 我來拿來生活主辦 然後拿來 接著民宿媽媽會把好手藝傳交給你 把你放在一起 然後馬上放在一起 這人拿來 每次都拿來 馬上來試吃一下 我來吃 我來吃 五瓶大空間當中吃著和民宿主人一起做出來的晚餐 是不是很幸福呢 開動啦 開動 帶領體驗傳統風土旅行 吃完代表友誼的流水麵 臨走前再一個深深擁抱 你我不再是過客 從此在異地多了個朋友 而說到日本體驗旅遊 最經典的 還有和當地漁師 一起出海捕魚的行程 很不湊巧 我們和漁師約好出海捕魚的這天 老天爺飄下大雨 等道士一點也不掃 遊客行之 經過15分鐘的航程 現在遊客一個人 可以拿到一個這樣子的網子 中午能不能夾菜 就要靠它了 九州平戶 漁場漁群種妹之豐富 幾乎已經到了隨勞隨勇的境界 對大部分的遊客來說 能親手捕魚可新鮮了 要按耐住自己心中的驚喜 尖叫似乎很有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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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 對 如果您覺得小魚不夠看 今天我們撈到最大尾的是這一條 所以像這樣子的遊客體驗 其實像現在在我手上 今天是我們漁獲中最大的一公斤 其實就有八公斤重 剛剛已經說說 這樣其實是有八公斤的這麼重 所以遊客其實在捕完魚的時候 就可以像這樣拍子跟牠拍照 不過我現在覺得牠快要掙脫我了 真的說大魚抱在懷裡 真的是腦中空白 欲無倫次 還要請觀眾多多見諒 而捕完魚上了岸 新鮮魚貨也跟著直接上桌 這是海鮮魚 現捕現切的生魚片 對老饕來說光用看的 口水就止不住 再配上熱騰騰鮮甜滋味的魚湯 因為地裡位置的寧靜性 日本本來就是國人 愛去旅遊的地區 不過如今團體旅遊 從過去只管享受溫泉 美食和美景的路線 轉而增添捲起袖子的體驗形態 其實人本來就是 製造故事的動物 這樣與當地人緊密結合的 旅行方式 回程中行囊不只有回憶 更有滿滿溫暖故事 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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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